情深广辖差别很大 四教的菩萨都修般若般若密 也就是舍 般若般若密的名字相同 里面前身也不相同 这种情形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 比如在台湾 我们念过文 初中有过文库 高中也有过文库 大学还有过文库 那个过文两个字没有两样 也是一样讲法 可是里面程度相差了 就大了 这个四教菩萨所修的般若般若密多 也就像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体会的 那么也正是大臣经上常说 佛 佛以异音而说法 众生随类也过得解 比如我们在此地 这是般若经上 我们听到我们听到佛在这些会里面所说的 藏同别人四种菩萨 他们听佛说法 领悟的前身不一样 随类也过得解 那么这个情形呢 我想一般同修都能够理解的 就以我们现前来说 我们这里坐下来看看 恐怕也有一二百人 这一个半终点讲下来之后 大家听了 每一个人领悟的也不相同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为什么原因呢 当然这里面原因就非常复杂了 牵涉到过去五十节来的更新 这一段经上最要紧的是说 安住六种菩萨密度 关键在安住这两个字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时间也不算少了 同修当中也有学了二三十年的了 甚至于比这个时间还差 为什么我们功夫不得力 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我们没有享受到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没有安住 安住 安住两个字的意思 说通俗一点 大家好懂 就是专精 专仪 这才叫安住 安是你心里面没有疑惑 住 住在一个境界里头 真是所谓一门深入啊 你才能有成就 通常在念佛法门里面我们常讲 不怀疑 不夹杂 安就是不怀疑 安就是不怀疑 无论修舍哪一个法门 这是重要的原则 只要你把心安住在这一个境界里面 没有不成功的 所以这两个字很重要很重要 那么这些菩萨呢 安住在六种波罗密度 这正是菩萨的阵性啊 过去在讲习里面 曾经跟诸位同修介绍过 大臣经上常讲摄法界 为什么会有摄法界 摄法界是现象 摄法界是属于果报 古必有因 因是这个摄法界人心不同 所以形式出境界就有差别了 我们从上面来说 这是佛在一切经上常讲的 佛是平等于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私对我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这个心平等 但佛境界就现起来 换一句话说 你什么时候平等心现起 你就什么时候成佛了 佛是平等心 菩萨那是六度心 他私底下呢 他安住六波罗密 所以这是菩萨的正性 非常难得 也非常殊胜 再往下去呢 原觉是十二因缘 因缘心 深闻四地心 在下面 再下面这是六道 天道 是十善性 人道 人道是五界性 这里面还有一个阿修罗 阿修罗是五界十善里面架杂着共高我慢 这就变成阿修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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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缘里面给我们说出最重要的一个因缘 那么菩萨是六度 修六度 才引进一切之 一切向道之 薄若今上这些名乡 跟古时候翻的稍稍有一点差别 烟是庄烟 我们学佛的人 每一天做扩颂 都念回向记 庄烟佛国土 隐言就是庄烟 净是清净 这两个字和起来 就很明显地交给我们 我一切发展 我一切练 深那样子 启动 到远